hello大家好我是Jason 观看视频的朋友肯定很多都来我们店里做过飞艇了 但今天这篇内容就给没来过的朋友讲解一下我们飞艇的数据测试部分 观看什么参数建议在什么范围 像现在这张图就是一个人打的一颗球 我们实际上最终如果测试的过程会看至少5颗球它的一个平均数 首先我们会看什么 就是上面的第二个数字94.9 这个是你的干头速度 这个根据个人的体力能力有关系 超过102你肯定是偏快的 低于90你肯定是偏慢的 但是就我们的经验看它很难快速的去改变 而且对于一个打球比较稳定的选手来说 它的波动范围会很小 热身以后应该也就是2到3个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范围内波动 比如说它打出来可能是94 95 96 但它不太会说变成88 96这样大浮动的波动 除非你节奏很不好 然后第三个数是效率 前面这三个数字基本上就是被除数除数与伤这么一个算式关系 所以球速除以干头速度得到效率 对以后木来说我们理想的效率就在1.4以上 低于1.4你肯定要努力去改进一些东西 有可能是你的动作不好 有可能是击球点不好 有可能是球杆不合适 下面这里有4张图 看第一张图里面这一条线熟悉的朋友肯定就知道这是挥杆的路径 那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它就是一个outside in从外向里的一个挥杆 7度理想的数值我们希望在正负三度 不管是outside in还是inside out 只要是三度以内都问题不是很大 同时outside in这个东西跟刚才我说的速度一样 有点惊艳的选手他们的路径会趋于很稳定 不太会有人说一杆outside in6度 一杆inside out5度 除非你刻意 但一般情况不太会 这张图里的另一条线就是这个干面的方向 就是干面的开和扣相比于这个路径来说 这个干面的开扣会很难稳定 即使是一个100多干的高插点选手 他的outside in还是inside out也会很稳定 变化会很小 但是他的干面开扣会变化很大 有的时候可能开45度 有的时候扣一两度完全有可能 但是对于一个outside in的选手来说 他的整体趋势肯定是干面偏开 因为你的挥杆方向已经是左了 你的干面多半得向右 它才能比较正 如果你的挥杆方向也左 你的干面也左 你的球就直接拉左 那大部分都会下意识去改变这个现状 但是根据这个干面开0.7度的情况 它多半应该左边出去 然后微微往右转那么一点点 但为什么最终这个球的图片里面 我们能看到这个球的旋转轴是往左3.2度 一会在后面我们就能看到原因 接下来分析左下角这张图 这张图是干头的这个角度去看 它是向上移动还是向下移动 干面的角度是多少 还有产生的倒旋是多少 在这个例子里面 这个干头的移动方向是0.2度的向上去 这个叫攻击角度 对伊亨木来说 理想的攻击角度差不多在-1到-5 幅度很大对吧 但如果你到-6-7 你的攻角就有点太大了 如果你到-2-3 你的攻击角度就有点太向下了 如果你考虑距离最大化 -3到-7 这是一个追求长打的选手会追求的数字 上面这个17.6 这个是动态的干面角 就是击到球的时候你的干面的角度 对伊亨木来说15到20 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常的 10.9这个是起飞的角度 这是球的飞行数据里面 三个最重要的数据之一 球速起飞角倒旋 起飞角对男士选手来说 我觉得10度到15度 女士可能12到17度 速度越快需要的起飞角越低 速度越慢需要起飞角越高 2645这个就是倒旋 男士的话2000到2500 女士的话2002到2700 还是一样速度越快 你需要的倒旋越低 速度越慢你需要的倒旋越高 如果你超过3000 基本上倒旋一定是偏高的 起飞角如果你超过18一定是偏高的 所以在球杆角度的选择上 如果你是一个9度 然后这两个数偏低选择10.5会更好 相反偏高的人选9度就更好 最后右下角的这张图 它显示了两个数据 一个是干头的赖角 一个是打击点 打击点很好理解对吧 现在能看到明显的 这个就是打在干头的外侧 打在外侧这个点 就是为什么这个球往左转 这个就是齿轮效应 我们应该很久之前都做过 很多相关的齿轮效应的解说 但基本上你打在干头的外侧 就球容易左去 打在干头内侧就容易右去 所以虽然左上角这个图 干面开了0.7度 按说应该微微往右废一点点 但因为打在那个位置 偏直拨24毫米 所以球是很明显的左曲的弹道 3.2度的左 最后这个赖角是一毫木上 最不重要的参数之一 这个翘4度左右 但是我常见的一毫木的 合适的赖角大概翘5度左右 如果你翘10度 多半你的一毫木要点太翘了 如果你到零度平 多半有点太躺了 虽然它对球没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越翘的情况球会更容易左 越躺的情况球会越容易右 还有就是翘和躺会一定程度上 影响你的打击点 同样比如说我打击点在这 这干头翘了一点点 相当于打在干内侧 相反我躺一点点 相当于打在外侧一点 结合上齿轮效应和干面指向来说 其实它们的左右就有点抵消 你打在内侧一点 但是干面因为更翘了 所以更左了 所以它的左曲和右曲会相对抵消一点 但如果你打田而且翘 你就容易左 这些就是飞艇里面 我们看这个页面会给球手的一些数据和参考 后面的部分就是根据球手出现的问题 来给它合适的球杆 举个例子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的起飞角和倒旋太高 有可能你的角度就是比较高的 或者你的干头是比较高弹道 或者你的干身太软 我们就可以根据球杆去影响它的击球效果 以上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约时间来我们店里做飞艇 我们下期再见